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停留在什么 停留在就是这张资料表 我们用这些图就直接画出来去做比较分析 我们还是要透过一些数学的运算 然后去算出来 例如说哪一个子类别 它的出毛利率最高 排到最低 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去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所以首先在这个地方 我就要介绍写韩式的方法了 而且今天我们只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以难度来说只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毛利率的计算方式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来去思考一下 我用附属用程式里面的记事本 好请问一下毛利率 毛利率怎么算 我们是不是有利润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利润 然后被什么来除销售额 可以吗 而且这应该算是出毛利率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没有牵涉到 例如说扣掉什么人事费用 什么制造的成本 这都还没有 对不对 我们只是来先算一个 基本的出毛利率 然后重点是 这个要怎么算 利润 利润怎么算 当然就是把所有利润加总起来 那销售怎么算 是不是把所有的销售加总起来 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个公式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这个在国小 国小的时候 请问加减乘出 出法是几年级的数学 你都不知道 那我根本不可能知道 我年级比你大很多 好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个公式应该会知道吧 没问题吧 出毛利率 不然你去问Google大神 也可以找到 也可以找到 可以哦 一个很简单的算式 你一定要会算这东西 因为接下来我们 下个礼拜二 我们就要算这些东西 第三也是算这些东西 都是透过函书来去算 我只是今天用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函书 不过你放心 下个礼拜二 我们上的是属于比较简单的 加法 加法性的函书 好 那现在有看到这个利润被销售额来除 好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今天来去算 这个出毛利率 我们想要算的值 是 什么值 各子产品的出毛利率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只算出一个数值 一个数值 那如果只算一个数值的话 我们叫做什么 新增量值 如果你要算的是 很多很多数值 多到一整行的数值 这个我们要用新增资料行 最简单的一个区分方式就是 如果你只要算一个数值 用新增量值 请问一下 如果我想要算2016年总销售额 请问答案是不是只有一个 对吧 好 所以这个用新增量值 请问如果我想要取得 这么多的销售额里面的最大值 最大销售额是多少 请问是不是也是只有一个值 所以用新增量值来算 好 可是有时候我想要算什么呢 这一个记录是发生在哪一年 这一个记录发生在哪一年 我有一万笔的记录 是不是要去分门 就是把它归类到各年度 这就是会有一整行的资料 所以要用什么 新增资料行 可以吗 你稍微先简单的分类一下 就是假设我只算一个数值 请问你 我现在是不是要算各纸产品的纸类别 所以其实只有一个数值 好 所以怎么算呢 首先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所以我在这边新增加 增加 那这叫纸产品出毛利率 所以第一个我先用资料表的方式呈现 资料表 然后第一个是不是放纸类别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很多个纸类别 这没问题哦 纸类别 那我就把这个字啊稍微放大一点 让大家来去观看 所以把这个格式 格式 这边 值 设大一点 等一下我就是要算出来 那用具出毛利率多少 用品出毛利率多少 收纳具出毛利率多少 可以哦 好 那怎么算呢 算法是这样子的 我必须要新增量值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点选首页底下的新增量值 然后在量值这边 我就输入出毛利率 然后接下来在等于的后面 我喜欢在四则运算符号前面空一格 后面空一格 这个就是栏位名称 叫做出毛利率 等一下它就会在这边出现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是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销售额的加总 所有的利润的加总 所以是不是加总用的函式 是不是SU 建议各位哦 建议各位用选择的方式 所以呢 我就打SU 然后上下方向键 找到SUM TAP键 然后它这边有看到吗 它瓜谱里面它会写说 那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加总的函数 所以我要告诉他 我要加总什么 这边有看到吗 又来做选择了 我要加总的是不是利润 利润有看到哦 所以TAP键 又刮糊 左右刮糊没问题吗 空一格 除 除什么 一样 一样销售额的加总 SUM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里面要放什么 里面要放 销售额 销售额在下面 销售额 TAP键 TAP就是把那个项目把它放上去 也就是提取的意识 又刮糊 Enter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出贸利率 请打勾 它是不是就放上来了 会算吗 就是最重要的重点在这边 最重要的重点在这边 当然我们重点不是要给你看这个资料表 我们通常通常会直接化成直接化成 例如说群组直条图 然后让你来去了解说 哦 我们我们各产品啊 各个产品 它的出贸利率是多少 是多少 然后去做一些说明 可以吗 出贸利率 我们可能不是用那个零点多少 而是用百分比 可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重点 我只是为了要告诉你们 我们最重要的重点是这个怎么算 这个0.13是什么呢 0.13就是整个公司纸产品的平均出贸利率 0.13